欢迎收看欢迎把抓 我是董老和 今天四个关键字 带你掌握天下事 黑犯夫妻惹众怒 黑人 二连报 泛泛一连串的声明回忆 灭火了吗 错了 火反而越烧越旺 我第一次看到 两岸人民这么团结 当起的键盘柯南 抽丝剥茧下 泛泛翻车了 两人仇恨值彻底飙高 没有罪恶只有更恶 NoNo脸书声明后直接省影 你能接受吗 被害人小红老师 搜集二十年内 二十名被害人受害的过程 自自血泪 而最新消息是 小红老师今天告了 司法能还这些被害人公道吗 四咖都民调铺 最新民调撒咖都排名 赖科喉 四咖都赖科喉锅 这数字的流动 赖不动的铁票 科的盘算 侯友宜如何谷底翻身 今天节目全盘分析 郭董下一步 三咖都已经够乱了吧 郭董 你还要加一参战吗 他开始出烧 放话要参选 时间就在国民党全代会前 但真的要选吗 那联署书在哪呢 都没见到啊 还是意在拿到筹码 现在介绍今天四位特别来宾 第一位 资深媒体人乌家芬 赵和好 大家晚安 新北市议员叶元芝 赵和好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张雨萱 赵和好 观众大好 台北市议员林真宇 赵和好 大家晚安 好 这个黑人性造风暴 真的是稍不停啊 还记得吗 范范在昨天终于回应啊 殊不知这一句话讲了出来之后 自己反而深陷其中 他没办法救自己的丈夫 自己反而翻车了 自己反而被出身了 这黑犯夫妻他们仇恨值到底有多高 好 黑人呢 他说出了他说是他 子虚乌有啊 然后呢还说要告大牙 求偿一千万啊 我跟讲全台湾的人都怒了 很多人都很生气 但是有一个人死终的都是挺他 就是他的太太 范范范 范围棋 范围棋呢也PO出了一个限动 我告诉大家说呢 以上四点我坚持相信我先生 这个网路上呢 已经有一个梗图了 告诉大家说呢 以上四个你相信哪一个 大家都选不出来 第一个他告诉你说呢 怀孕期间他只出门四次 来我生过三胎 怀孕期间你要产结 就起码有十次了 怎么可能只出门五次呢 再来也不要出去吃饭 采买一些婴儿用品 要不要需不需要 来我们用生活日常来讲 他说五次嘛 好 那我们网友们呢 就找出了一系列哦 他在怀孕到生产期间 出去哪里玩 去野餐的去野餐 去买这个圣诞节装饰的 去买圣诞节装饰的 还有跟家人聚餐的 甚至还有跟这个黑人 夫妻两个一起出游的 前前后后呢 不多就十七次 大概是五次的三倍以上 直接打脸了 直接打脸了 而且这一次其中最经典 这是什么 这个是范范跟梁静茹 还有一些友人 其中也包括了黑人 他们去公园野餐 你知道吗 这个野餐 我三期之后来范尾琪 上了一个康熙的节目 有讲过 因为范范跟小S呢 两个人是很好的 好威蜜 好姐妹哦 因为她生完之后 小S不是第一个人去看她的 去月子中心看她的 所以她很生气 她说怎么会是梁静茹啊 其他的姐妹先去看她 然后范范还说 因为我前几天 跟他们去野餐了 所以走得比较近 因此好姐妹呢 换成了这些人去看她 小S还因此非常的生气啊 觉得我是你的最好前面 怎么没有让我第一个去看你呢 好这个野餐也是从小S的口中证实咯 好除此之外呢 第二点是什么 她说因为家中只有一张床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有其他的这个 被害人 对被害人出来爆料说呢 其实黑人把她抱起来 然后丢这张床 又丢另外一张床等等的 但是范范说他们家只有一张床 好这个时候呢 也被大家挖出来了 这么大的家中 先不管有没有其他床 他们家其实不只有 黑人跟范范两个人嘛 大家知道还有两个什么 双胞胎小孩 对 那小孩睡哪里呢 需不需要另外一个房间 另外一张床呢 需要吧 这也是我们大家很多想象空间嘛 再者其他证据是什么 网友们找出来了 这个是在他们的这个 比如家中的监视器画中 留出来的照片 光是这个小孩子 就有另外一张床啊 好这是从范范他们家的 这个照片得知的 另外一个是呢 在节目上面 有一次呢 范范也去参加了 这个康熙莱德的节目 结果呢就谈到啊 你的老公跟哪一些艺人比较好啊 生活当中都做些什么 这个有趣的事啊 那就谈到了黑人 跟另外一个艺人王洪恩 非常非常的要好 有空没空就会找王洪恩 来他们家打电动 好那这个范伟琪呢 就觉得说 我老公跟另外一个男艺人 如此交好啊 他说呢 这个早上起来就看到王洪恩 晚上也看到王洪恩 那干脆我们家还有 另外一张床 另外一张房 另外一间房 他可以睡那 那大家就想啦 你说只有一张床 难道是要王洪恩 睡在另外一个房间的地板吗 那就很奇怪 不可能啦 对啊 所以这个也让大家 留了很多的想象空间嘛 好 再者第三点 他说黑人 他知道 有知道认识黑人 都知道他是低久不沾 好也有很多的照片打脸 直接打脸 这个是范范跟黑人 两个人自拍照 这个泡沫 嘴上泡沫拍照 好你说这个是拍照 拍完我就放下来了 OK好 我们姑且相信 再者呢 他们家居然发现了酒柜 一个低久不沾的人 家中放满了酒柜 你说这个是要拿来 还是给他朋友喝的 还是范范他很爱喝啊 好第一个你说装饰 第二个朋友来 给朋友喝的 好我们到这边 我们也姑且相信 他低久不沾 再者好姐妹 闺蜜Makio她说 喝完之后呢 喝完酒之后 黑人喝完酒之后 这是Makio说的 黑人喝完酒之后呢 都会亲人家 还亲了佩茨啊 亲了Makio 还亲了房子啊 等等的 那是你的好朋友 讲出来的话 那我们要相信谁呢 相信范范说的 黑人低久不沾 还是相信好朋友 Makio说的 喝完酒之后 都会去亲人家呢 好再者你说 Makio不小心说漏嘴 你也没有亲眼 我们也没有亲眼看到啊 好 还有另外一个人证 这个球队 因为他们 我们知道黑人 他都是打篮球的嘛 球队呢 可能比赛完了之后呢 都会去海产店里头用餐 等一下 现在连海产店老板都参战了 对 老板 老板自己看到了 海产店老板说呢 2021年 黑人跟球员们去聚餐 聚餐完了 30几个人喝了20多瓶的威士忌 好到这边呢 你可能觉得呢 就是20几个人 搞不好黑人没喝啊 但是老板 这个海产店老板说 每一个人都醉了 那我们到底要相信谁呢 要相信他的滴酒不沾 还是相信这诸多证据当中 许许多多人都开始打脸 黑人其实并没有所谓的滴酒不沾 最后呢 泛泛说 丈夫是正直的人 深圳不怕影子邪 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他还用其他的这些 网友看起来 全部都是证据 但是至始至终 只有一个人相信黑人 就是他的太太 贾芬 你知道 这件事情让我觉得 最讶异的是什么 这一些资料不是我去搜的 你知道这是两岸的网友 第一次这么团结 他把泛泛的东西 全部都挖出来 他讲什么 就打脸他什么 他批评什么 我们再批评回去 这些网友太厉害 而且里面让我最讶异的是 Makio啊 Makio刚刚说到 他在节目上面爆料说 黑人喝醉会乱亲 没想到他昨天晚上 他又开直播了 开直播开到一半 怎么突然消失了啊 对 开了直播开到一半之后呢 直播突然间断了 大家想说怎么一回事 哦 有可能是泛泛打来了吗 因为就在直播断掉之后 过了不久 Makio就po了一篇脸书 字字继续告诉你说呢 有一个报道是错的 什么报道呢 感觉有点此地无垠三百两 你没说我还不觉得 这个有什么事 你一说我反而觉得 有点在说反话吗 他说 因为黑人陈建州 他是滴酒不沾的 喝酒的都是姐妹在喝 但是很奇怪哦 假如说今天你要讲一个 很震惊的话 你要告诉大家 澄清是假讯息假新闻 你会用可爱的emoji吗 不会 会用笑脸这个 擠眉弄眼渣渣眼吗 好像不太会嘛 除非你是觉得说你讲的话 你自己都觉得好笑 你才有可能去放贴图啊 他是不是反凤啦 再来他说再次强调 黑人哥哥是不会喝酒的 从我认识他到现在都没有喝过 酒给你一个赞 这个感觉上就是有点 好像是说我自己也知道 我说的有可能是 不是那么要符合贴近事实的嘛 因为你对照之前上过节目 马凯雅说的话 再对照他自己的这个脸书 PO文 两者自己打脸 好这一次黑饭这个事件 最夸张的是什么 就我刚刚讲的啊 是两岸的网友他们不分离我 全部黑料都挖出来了 原汁哥他们两个在两岸 真的有到那么黑 当然黑啊 因为没有人相信他们嘛 赵和我没事会把你的那个IG 拿去刷到五六七年前去吗 不会嘛仇恨值高 我才要打你脸嘛 那范范他讲说 他为了护航黑人 他说我怀孕的时候 我只有出去五次 一次看黑奶奶 一次聚餐啦 一次野餐啦 参加朋友聚会又是又什么什么 没有人相信 大家才会去找他麻烦嘛 结果真正被人家找到了 你知道吗 有人去看他的IG啊 你跟我说五次是不是 好不好 我们光看这个图就不止五次了 对不对 你里面还有 还有说去什么唱片公司录音啊 哎 啊你不是讲说你都是在散布 你不是都是那五次吗 怎么没有告诉我们唱片录音 这件事情 然后再来 你看哦 有一张照片 他特别有提到了嘛 女孩们的聚会好开心 哎 我就问一下 哎 你范范你不是讲说 黑人你出去这五次黑人都在旁边吗 那所以黑人现在是也是女生哦 还是他 他跟你们一样这个参与女生话题 这一看就是乱讲的嘛 所以台湾的网友当然很不爽啊 但我没有想到就是他的仇恨字 居然延烧到对岸 对 哎 连微博都被人家找麻烦 这全部也都是微博的画面 就是也都找出很多他在外面 就是到处走来走去黑人不在旁边的照片啊 所以他其实说两个谎 第二个谎呢就是说其实 他出门绝对不止五次 超过这五次 网友整理了17次嘛 对不对 你这个数字你就讲不对 第二个是呢 你出去了很多时候 黑人不在你旁边 我觉得这个才是关键的 你在跟人家聚会的时候 那黑人有没有在你家 没有人知道嘛 那你现在跳出来 硬硬要去撑你的丈夫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这些受害人的 他们的心情 所以我是觉得就诚心道歉 不要说谎 否则才 否则这个危机会越来越延烧下去 远之你知道吗 这里面其实台湾人的众怒也已经烧起来 尤其是谁 被告的专业户 吴子嘉太说话了 他说没关系 你有事情找我 我来帮你处理 是这样吗 不是这样看不下去的啊 因为最主要就是 黑人他第一开始的时候 他态度让人家觉得很高傲 他最早不是大牙出来 一千万 出来 那他不但没有道歉 甚至有恐吓方式 你如果没有道歉的话 我就是要告你 求他一千万 大牙也许他是一个 比较不懂法律的人 然后所以一听到一千万 很害怕嘛 然后之后可能就不敢讲话 可是你看后来 那个 黑人的事情就越报越多 越报越多 那黑人他当然就 就讲讲嘛 就说那不再平准 可是 吴子嘉看不下去啊 为什么 吴子嘉是被告专门户啊 他之前常常被告 他说这种案子 你说你要求偿人家一千万 即便是有诽谤 十万块就可以解决 可是你为什么讲一千万 就恐吓你啊 你欺负人家嘛 所以这种就很恶职 犯错还用这么恶劣的手段 所以吴子嘉跳出来讲说 没关系我有办法可以整理 什么呢 他写一封信给国台办的那个主任宋陶 说我告诉你 黑人呢他是台湾的色狼 所以你不能够再让他在大陆代言任何东西 如果让大陆代言任何东西呢 会让你们产品呢蒙上阴影 然后吴子嘉说呢 绝对把他经脉 就是经是那个黄金的经 跟经 经子的经 经脉 两个经脉全部断掉 让你换不下去 我觉得吴子嘉这样出招 黑人完蛋 一夕之间变穷光蛋 这个是吴子嘉呛加的 而且现在除了这个吴子嘉媒体人在呛加之后 哇现在连聖文也看不下去了 我们看到这一张 连聖文今天被问到这个黑人性骚案件 连聖文说什么 他说我是一个篮球迷喔 我是一个篮球迷 他不是跳皮力舞的吗 现在变成篮球迷了 他呼吁啊 PLG不管怎么样 都不要为了个人争议去影响台湾未来篮球发展 还记得这个里面球员之前 这个杨继敏这个事件吗 马上就直接退休 马上说不打篮球了 那你现在这个执行长发生这个事情 难道你不用处理吗 来甄宇 我觉得里面最夸张一件事情是什么 在以前我们看的是黑社会妹妹 黑人老大 现在发生这个事情 所有黑社会妹妹都跟他说拜拜 没有人帮他讲话 我想哦 其实大家都知道 黑社会妹妹事件 其实大家当初 其实十几年前大家都觉得 这个节目真的好好看 好精彩哦 话题都是非常的劲爆的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为什么他要叫他黑人老大 黑人老大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没有人敢去反驳 没有人敢去反制他嘛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黑社会妹妹这十大 这应该算是十大黑社会妹妹 大家耳熟能晓的 每一位都是 你看从头到尾大概只有贝彤彤比较敢讲而已 其他人其实都说我不是当事者我不方便回应等等的 你看每一位这些都是现在在演艺圈上算是蛮知名的一些艺人 但是为什么大家不敢去特别的来去骂他或者是把他抓出来 只有一位郭媛媛敢站出来说不要让大牙一个人 我觉得这个就是其实演艺圈的这一次的me too事件 你可以看到现在目前的演艺光环已经盖过了当初政坛压案的这件事情了 所以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说 大家看不下去黑人跟泛泛的这个原因 是因为他们当初滥用了很多善心的事件 然后假作公益让大家看不下去 所以你看刚才讨论到说 为什么不管是台湾的网友好 中国大陆网友好 全部的人全部开始都搜集 我在这边还是要建议啦 范伟琪你真的要学Glass一样 总统府发言了Glass 发生第一件事情什么 先把所有的社群媒体关起来 让大家查不到事情 这就是原因了 所以范伟琪真的很害怕的 你即便是相信你的老公 但是你千万不要当他的猪队友 因为这样只会让人家觉得说 你看大家不敢回应 不敢回应大部分都是什么 默认他的行为 因为没有人替他来澄清嘛 如果说当初黑人老大 真的这么照顾这些女孩子们的话 为什么发生事情 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 不会不会黑人老大 不会这样子 所以其实可以看到 过去的综艺节目里面 有种种的迹象都会发现 黑人真的是很常在卡油的 可能是爱亲一下啦 摸一下啦等等的 那这些为什么这些艺人们 通通都没有人敢替他来作声跟反应 是因为默认吗 还是说他自己心里也委屈 不敢说出来 我觉得这才是大家值得关注的地方 周一到周五晚真十点 请锁定环宇地板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